好继续带您看到花莲县警察局刑警大队 之前货报有不法集团 在花莲地区贩卖毒品咖啡包 那么检警联合经过搜证齐备之后呢 眼见时机成熟 9月23号上午搜索票 就到犯贤住处逮捕菜信嫌犯等二人 并且查扣上百包的毒品咖啡包 那么全案呢是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最嫌移送花莲地检署来侦办 花莲县警察局刑警大队日前货报 有不法集团在花莲地区贩卖毒品咖啡包 检警联合经过搜证齐备之后 眼见时机成熟 9月27号上午就到犯贤住处进行搜索 查获菜信等两名犯贤 查扣黑色包装毒品咖啡包110包 白色包装毒品咖啡包30包 FM2 ケタミン 残渣袋 手机新台币现金3万700元等证物 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申办 花莲县警局表示 毒品咖啡包中通常都含有多种成分 对身体的危害非常的大 加上青少年服用毒品咖啡包 常会搭配酒精或消气更加危险 提醒民众要多关心子女 如有长期四岁 情绪起伏大或异常亢奋等等 都有可能是涉毒的征兆 而青年朋友也切勿因同才压力或好奇心 而轻易尝试使用毒品 以免误人误计后悔莫及 记者徐提琴 华联系报导